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类型犯罪悬疑 该电影讲述了女郎夜里接活被杀人犯盯上的故事 其实做个正经的女人多好 半夜出去多怕人呀 第四部共谋者上映时间2012年 电影类型犯罪惊悚 该电影讲述了邮轮上的夫妻 妻子被挟持非法倒卖器官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 第五部熔炉 上映时间2011年 该电影讲述了一所聋哑障碍的学生 被校长虐待侵犯的故事 这部电影上映后立马成立了熔炉法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真的是猪狗都不如 第六部溯源 上映时间2013年 该电影讲述了八岁学生上学路上 遭到大叔侵犯的故事 最后大叔以喝酒为由 减轻了醉行 其实喝酒后的人才是人真正的本性 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 第七部华丽的假期 上映时间2013年 电影类型剧情类 该电影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和国家历史连在一起的故事 第八部辩护人 上映时间2013年 电影类型剧情类 该电影主要讲述了 没有钱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的税务律师 宋佑硕经历了改变其人生的 无次公审 第九部杀人回忆 上映时间2013年 电影类型犯罪悬疑 该电影主要讲述韩国某小镇 出现了一起扣人心弦的连环杀人案件 据说至今没有破案 这部电影在无数人心中 成为了韩国电影的No.1 第十部 那家伙的声音 上映时间2003年 电影类型犯罪恐怖 该电影讲述了孩子被绑架之后 孩子的父母与绑匪之间的斗争的故事 其实看一部电影很简单 花两个小时就好了 但是这几部电影 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变而来 想想是让人痛是心非的 每个人都有黑暗的一面 只不过阴影面还不够大 这么多电影里 我最痛恨那些对孩子侵犯的家伙 如果法律可以 应该直接枪决 久后都能乱性 那岂不是对弱者的一种不公平吗 看完这几部电影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声音回复 我们下期再见